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尤 不知道大家聽到我的新歌 鹿角少年沒有呢? 接下來七天我會請來不同的單位 跟我一起做一個Youtube的Live 我們今天第一晚請到的就是 這個Live裡面我們會一起聽我的新歌 我們都會分享一些 可能他們有沒有遇過經歷過的 一些被欺凌的經歷 好啦 我們現在馬上去片 Let's go Stay with me 很開心今天請到你來 因為我剛剛出了我的新歌 就叫做鹿角少年 今天是剛剛出的關係 不如我們現在拍個reaction video 好啊 好榮幸啊 好 小林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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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全部的演員都顏色很高 真的 我有點亂啊 看到 顏色很高 他真的要看啊 這個MV 真的 很慘啊 他真的 有沒有一些心寒的感覺 那個節奏其實也挺快的 但有一個這麼慘的感覺 我覺得很... 有 contract 那些演員的 顏色高 和主場的顏色都高 卡卡一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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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叫鹿角少年呢 因為 在動物的世界裡面 鹿是最善良的 對 最善良的 所以呢 就想形容被欺凌的朋友 就是好像鹿角的一個少年 嗯 當時寫這首歌的時候呢 我也是坐在這個位置 正在看很多新聞 你有沒有曾經試過被欺凌的過去呢 我試過 你試過嗎 整個扔垃圾桶 蛤 但是你被人扔垃圾桶 那你們怎樣 我覺得他們玩一下就算了 我覺得 我以為你扔垃圾桶 所以你扔垃圾桶 有沒有人幫你啊 有沒有人幫你 有些人會扶回我呢 但是你之後有沒有朋友 之後有朋友 有朋友 有時候是這樣 我打來打去 有時候不太熟 覺得你曾經被欺凌 有沒有影響到你的成長呢 有時候變成一個人 你沒什麼所謂 你就欺負我 欺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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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被人反抗嗎 反抗 因為他人多欺負你一個 你怎麼反抗 沒有報處告訴老師 老師 都沒用 老師真的沒用 對 你的MV裡面都沒有老師 但是你是不是唯一一個被欺負的人 我巴巴有個人就有些問題 欺負那個都變成是 好慘啊 他轉移了目標 對 反而轉移了目標 還有我也有聽朋友說 有些爸爸媽媽 明知道自己的子女有特別欺負的 但是他不想自己的兒子被人標籤 他硬逼他讀普通我們主流的學校 我反過來 那時候 OHAVA的一個人欺負我們班最弱哥 反過來 我們整班三十個人打他一個 就是那個人真 對 那個人真 然後本來可能大家來玩一下 你怎麼故事這麼特別 你現在找到文劇 都不是普通的 都不是普通的 就是 我們反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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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過來 反過來 就會圍圖那個人 南下那些會有兩間 站在門口裡 那個廁所 然後我們說練拳 但其實是被人打的 很明顯是 我那間也叫武館 我那間贏了就去旁邊警署 輸了就去旁邊醫院 很厲害 小學有被一個師姐玩 他有穿過我的裙子 可能他覺得好玩 就是揭起人的小規 我小時候被人欺負的時候 我是 你也欺負 因為 鬼鬼很小聲 就覺得你很欺負 對 走過可能會撞一撞你 然後推你到地上 然後試過拿椅子扔我 不是吧 這麼嚴重 試過還記得是扔難椅子 我其中MV其中一個橋段 就是我跟導演談的時候 一個小時候的一個 一個現象不知道有沒有試過 就是運動堂 一定會分組 然後永遠都是最後單丁 站在那裡 然後老師就會 你過去那組 然後我一走過去 然後人們就會 你怎麼進來我們那組 我那人真的不懂 不是 所以我們被人欺負 不要緊 我們要抹得好過他 對 等於分手一樣 你飛我 Research所說 香港欺凌的數字 是全國亞洲最高的 很容易 香港人壓力大 很有快感 其實是欺凌人 對 我覺得自己強 對 我覺得自己強過你 我那個MV 想說的一個訊息是 欺凌人的人 其實可能他也曾經被欺負過的經歷 可能你就會覺得 沒什麼好話影響到你自己心理 但可能有些人是會覺得 他人很不平衡 然後他走去欺負人 還有我覺得欺凌這個問題 其實經常發生 但我們不太知道 你們會以為近年少了 其實很誇張 我覺得很多學生都會 不敢跟老師說 他們就會逃避不上學 當然 誰都不想上學 如果你們上學這樣 也會被人欺負 還有老師會偏心一些 讀書厲害的學生 就是他讀書厲害 對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讀書永遠都是全班 最後一個 我覺得要告訴欺凌的人 不要玩 就是他們會很喜歡說 我都要玩一下 才可以告訴他 如果有人不開心 就不是玩 但有些人就很善於表達 有些人不會說 還有其中一個 為什麼我想寫這首歌的原因 就是我發生了這些事 但那些事是令我進步的 平時在班上 我連舉失答問題都不敢 然後去到六年後 報名去參加舞台劇 然後我記得演完之後 那個校長都走來說 你剛才說得很好啊 你立刻跟他說 校長是誰欺負我 我立刻保存 校長 你來得正好 我要告訴你發生什麼事 我是正面地去面對 有些人越來越 變本加厲去欺負別人 但有些人其實會變成一種 越來越收藏自己 千萬不要輕生 你幸好你這麼樂觀 其實很少人會這麼樂觀 如果這樣被人欺負 每個人的故事都不同 我希望做一首歌 就是提供到一個選擇 給大家解決方法 你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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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開放 帶回去學校的樂譜 都會被人燒了 這個很恐怖 我覺得他會被人燒 這樣就不對了 這樣說就教人了 不是Yo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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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笑就很肥 不要太笑了 不要太笑了 教會小朋友 不行不行不行 這樣是錯的 OK 我覺得兩個 第一個就是你說的 真的走去跟他說 你不要再欺負我 我這樣好不好受 第二個做法就是 你剛才說 令自己進步 你欺負你的人 看到你的轉變 那一分鐘我很瘦的 然後我就開始慢慢去做G-mon 就是想感覺強壯一點 不會被人哭 對 可能這個就是 我自己的陰影 對 接下來連續七天都會有Live 我希望所有朋友 都可以看我的新MV 郭少年 如果你們看了 有些感覺的話 希望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很希望看到大家的一些Stories 那我們明天再一起聊 我們來這裡 多謝Critic Family 好耶 好 謝謝 接下來的七天我 喂 怎麼了 自己慢慢走出來 後面的四眼哥哥好帥 你啊 好帥 MSS 在之前就叫CQ 我先走了